哈啰 大家好 我是东 欢迎收看今天的未然档案活动剧情解说 作为最具代表性格第一集呢 我们第一个要讲解的活动是 教会的圣诞祝福 救护西施团的礼物 没错 这是我们国际福财刚完结的活动 而这个活动呢 也是我萌生出了想要做这个系列的原因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最安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 但我还是想要在第一集聊哈的原因 那这个活动的剧情呢 我的评价是 未然档案风格的温馨剧情 我个人还算是挺喜欢的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剧情一开始 时间没意外的话呢 就是圣诞节的时候 总感觉这句话就好像是在说废话的感觉 那我们救护西施团的成员 久见琴奈 而曹炎华卉正在准备圣诞节的东西 老师也有帮他们拿东西 在路上他们遇到了三一学院的实现正义部的学生 就稍微聊聊一下 大致上就是实现正义部要在今晚举办圣诞晚会 为了这次的晚会 他们甚至还预约了一家很难预约的咖啡厅 虽然实现正义部也不是全员都会参加 就比如我们的小桌和一花呢 就因为有些事情 所以就没有来参加了 而这位学生呢 他也在为了晚会做准备 也邀请救护西施团的各位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顺道去看看 救护西施团的两位呢 也认为平常很辛苦的实现正义部的大家 能在这种节日下放松一下 是个很不错的事情 也给了他的邀请正面的回应 但其实如果要说辛苦的话呢 我们的救护西施团的各位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但他们并没有认为自己很辛苦就是了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而已 花卉说到一半呢 还提到自己今年能不能说到圣诞老人的礼物的事情 这也提醒了我们的青睐要准备花卉的礼物 不愧是我们的小护士 简直就是小天使 画面去到了我们的实现正义部上 他们正在处理着小流氓 原因的话呢 大概是他们口中的没做过的 绑架别人要求属性争夺地盘而破坏街道以及暴动什么的吧 而我们实现正义部会出手的原因呢 看起来是想在他们手上夺回一些东西 回收完毕后呢 他们就离开了 而我们被实现正义部教训的小流氓们呢 在路上看到了救护骑士船的两位和老师 他们就想到了一个计划 而我们的救护骑士船在做什么呢 他们正在进行着每年都会进行的捐款活动 捐款的人呢 还会受到他们亲手制作的帽子和手套 而我们的救护骑士船在大家的心中的形象呢 肯定也是很好的 毕竟大家看到他们的都很乐意捐款 而此时那两位小流氓人来到的是你 开始了他们的计划 他们在两人面前卖产 表示实现正义部的成员 向着了他们辛苦春圈买的炸鸡 也表示圣诞节就一定要吃火锤吗 就不能吃炸鸡吗 虽然老师对于他们是保持怀疑的 但是另外两位呢 不知道是太好骗了 还是太善良了 反正他们基本上就是相信了小流氓说的东西 他们甚至为了安慰他们还送了他们礼物 小流氓们就离开了 而他们两个呢也开始在怀疑 实现正义部真的会做这种事情吗 毕竟他们平时人还是挺不错的 他们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救护骑士团的团长 昌生美眉 美眉得知此事后呢 他是十分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 同时也表示 看来现在最需要被救护的 是实现正义部啊 毕竟如果他们一直盲目的相信自己是对的话呢 正义就变质了 而且救护也不是只有物质上的而已 心灵上的也可以 或者是引导物入歧途的朋友走向正道呢 也是救赎 教授问题的根源呢也算是一种救赎 所以他现在要去引导实现正义部回归真正的正义 也表示你们自行选择要不要跟着我吧 就往咖啡厅的方向前进了 另外两人眼看阻止不了就跟着团长前进了 而美眉一去到咖啡厅后呢 就和实现正义部的副部长鱼川连丝打了起来 连丝也想着可惜一花现在不在这里 他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了 虽然这里我觉得大概不是要一花帮忙打架了 而是要一花帮忙讲话就是了 而在听到美眉说的 他袭击实现正义部的理由后 他也错认了以下 他以为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了 结果你只是说因为杂鸡 然后也告诉了美眉有关那个杂鸡的事情 而那两个小流氓呢也在旁边看着他们打架 连看时机差不多了就准备出手了 因为美眉和他们打了这么久 体力应该也消耗了很多了吧 但很明显的他们是错的 就是打了这么久 但他们还是有余力和小流氓们战斗 小流氓们也说到 美眉你虽然说是救护西斯团的 但只会搞破坏吧 美眉也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名言 美眉也表示出了 在这种坏乐的日子 随意利用别人的好意的理由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然后小流氓们呢就被打跑了 在一旁的青睞他们呢也出来了 他们刚才去治疗了其他人 毕竟为了预防这种情况 他们随时都做好准备了啊 连着也想起了美眉破坏后 由他们两个进行治疗 救护西斯团确实一直都是这样的 哇操那刚才那两个小流氓说的美眉 只会搞破坏是真的啊 然后美眉为了向西级 实现正义部的事情赎罪 他卸下了装备 表示准备好了用病来偿还的 但我们的连时呢 并没有太在意支持的事情 他原谅了美眉 也邀请他们参加晚会 他们也同意了邀请 于是救护西斯团和实现正义部呢 就在美食和大家的陪伴下 共同享受了自私的晚会 这次的活动剧情呢 就导致你结束了 整体来说呢 确实是一个比较简短的剧情啦 是个挺温馨的小故事 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啊 然后如果想要亲自观看完整剧情的话呢 留言区我会放上完整的剧情观看连结 你们可以自信观看 那我们就下个活动剧情见 拜拜 拜拜